未在玉里镇市中心的卓西乡产业中心 在111年2月动土辟建 原本预计今年9月辟建完工 不过却因为变更设计停工了一阵子 而乡亲也质疑完工日期有将顺言 乡公所表示目前已经重新复工 加上工程进度已达8成5左右 秘书林万钦说年底完成应该没有问题 坐落在玉里镇市中心的卓西乡产业推广中心 因变更设计而停工一阵子 也使得完工日期跟着顺言 不过由于整个批建作业完成度也接近8成5左右 现在也开始复工 乡公所预估今年年底 整个建筑主体都能批建完成 那依据这样的一个工程 我们大概在这个年底 希望说把所有的工程都可以完善 这个完工 然后就是后来进行后面的一个程序 像验收或是一些申请使用执照的部分 所以我们目前地下的目标是希望在明年上半年以前 可以取得一个使用的一个执照以后 那我们就开始绘画后续的营运使用 营运跟运作 原本为着西乡公所员工宿舍的产业中心处置 乡公所105年着手规划 108年完成土地及建物拨用 109年完成工程规划设计以及建造后 111年2月动土披建 建筑主体工程预计在年底完成 除了农特产品展售平台 以及观光旅游咨询 食农工艺教学场域等多元化使用功能 商工所也预计成为外经营的模式来规划 它是五层楼的一个建筑 所以里面的一个空间是蛮大的 那些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如果说一些多余的空间 我们也希望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委外来经营 希望这个场域这样的一个空间 可以完全的充分的使用到 然后对我们的产业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有所一颗收益 斥资4100多万元 披建的卓西产业中心 由花莲在地营造厂商建造 主体工程预计年底完工 后续内部软体设施的设置 使照的申请等作业 相公所设定113年6月前 将全部完成 对外开放使用 记者是日蓝 卓西玉里采访报道 如今按赛要设置 郡老 looked at O访叙装